三天之后就哭死了 所以今天佛为什么信不起来 儒为什么信不起来 大家把根忘掉了 所以我们这些年来 体尝着根本的教育 道理在此地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扩题 第二个 中国五千年来的传统一桩了不起的东西 医学中医 中医有五千年的史 五千年的智慧 五千年的处方 五千年的效果 你要是把它疏忽了 错了 我六月份到欧洲去旅行 听说英国皇家 他们生病都找中医 他不找西 我听到感觉很有感受 这些人聪明 我参观牛津大学 参观伦敦大学 看他们的汉学系 居然里面有不少教授 中文讲得很好 不需要翻译 而且对我很熟悉 我说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们常常在电视网络上看我的东西 所以没有见面就很熟悉了 见面就非常亲切 他们正在研究 欧洲一些学者对中国了解的 甚至于超过现在的中国人 我们感觉的很惭愧 我们要相信中国传统的教育 确实能够化解灾难 能够化解这些瘟疫 那这些灾难的我听到之后 心是定的 我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情 好像上一次的这个SARS 大家都惊慌得不得了 那么在北京 我听说有一位导演 得了这个也是算瘟疫了 在这个西医治疗 到最后西医放弃了 告诉他的家人 他的寿命只有三天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协会的临子会长 跟他是朋友 临子以前也是导演 就跟医院的院长商量 让中医试一试好不好 院长也就同意了 反正三天就要死了吧 过不了三天了 临子就找中医 中医给他开的厨房草药 很普通 很便宜的草药 一副药人民币六块钱 三副药 三天病完全好了 出院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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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